大家好,我是Klaus 很多人称呼俄国 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和以前的苏联 是中共的俄爹 而中共是俄国的黄俄孝子 这是为什么呢? 爹这个词是汉语方言 意为父亲 先有父亲才有儿子 父亲是缔造者 所以我们先从中共诞生的历史来看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 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 1919年3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 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苏联的革命模式 在1920年 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了东亚书记处 也就是苏共在东亚的分部 下面分管三个科 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 在东亚书记处的负责人吴廷康的组织之下 1920年8月 李大钊、陈都秀等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 这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并在次年举行了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被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所以从最一开始 中共就是由俄国一手创立的 并且是隶属于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部分 也就是俄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那么这样 说俄国是中共的父亲也不为过 但是生儿不养不是一个好父亲 所以俄国不但诞生出中共 还有将它抚养长大的义务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接受俄国的各种援助 中共初期组织活动的各种经费 绝大部分都由莫斯科提供 在人员方面 俄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多数有留学俄国的经历 中共的干部也会不定期的到俄国访问学习 早期的几代中共领导人也多数是俄国方面指派的 包括博古、王明等 在武器方面 中共更是使用的清一色的苏式装备 就这样 中共在俄爹的养育之下 茁壮成长 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出 中共和俄国的这种父子关系 在国共内战期间 中共更是得到了俄国的权力支持 特别是俄国 将在中国东北收缴的大量关东军军火 移交给中共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 这些军火能装备100万兵力 包括步枪70万支 机关枪14000顷 炮4000门 坦克600辆 飞机860架 汽车2500辆 弹药库670座 另外还移交给中共 日军在朝鲜半岛的所有武器和装备 这些武器是中共打赢国军最直接的原因 中共在1949年建国之后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封锁 俄爹继续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提供援助 所以说 俄国不仅对中共有生育之恩 也有养育之恩 对于俄爹的恩情和栽培 中共自然要尽孝道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 1911年在俄国的策划之下 外蒙古宣布独立成为蒙古国 苏联成立后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 1932年 日本扶持满洲国独立 苏联与日本签订秘密协议 苏日中立条约 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 同时苏联承认满洲国的独立 外蒙古和满洲的独立 中华民国都持反对立场 但是作为孝子的中共 一直站在俄爹的这一边 1912年 中华民国为了维护主权 收回了苏联从沙俄继承的东北铁路 导致了中苏发生局部战争的中东路事件 整个过程中 中共积极响应 坚决维护俄爹的利益 贯彻和实施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 当时的中共元老之一陈独秀 还因为反对武装保卫苏联 而被开除了党籍 中共为俄国站台的中东路事件最后 俄国重新占据了东北的铁路 同时再次侵占了中国的领土黑瞎子岛 后来中东铁路被苏联卖给了日本 黑瞎子岛在2004年中俄签订协议 永久割让了一半给俄国 另外在清末 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大小相当于40多个台湾岛 清朝之后的中国历届政府 对这些领土都不予承认 坚持以清朝康熙年间签订的 中俄尼布储条约为准 但是中共在1999年 和俄国签订了中俄边界议定书 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 以法律的形式 承认了晚清和俄国签订的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确定了中俄的现有边界 所以这个协议也被认为是 中国对俄国永不收回土地的承诺 还有最近这些年 俄罗斯因为吞并了克里米亚 又出兵乌克兰 被西方国家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俄爹的这一边 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 俄国石油出口受阻 中国不仅大量购买 而且还花高出国际油价很多的价格 另一方面 儿子对父亲的感情 其实是又爱又怕的 中共对俄爹尽孝道是爱的一面 但也有怕的一面 毕竟父亲是父亲 即便做错了 儿子也不能说什么 首先在1950年的时候 金日成想发动战争统一南韩 但这必须要得到中共和苏联的支持 当时中共并不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 那个时候中共刚建国一穷二白 中国人民已经多年饱受战乱之苦 但是最后 在俄爹的压力之下 中共不得不出兵 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三年 双方死亡超过一百多万人 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俄国在背后却没有任何损失 还大发战争横财 所谓的抗美援朝 表面上是中国出人 苏联出枪 但实际上 苏联的武器援助并不是免费的 而是中共通过贷款的形式购买的 根据周安来与苏联签订的贷款协议 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12.35亿卢布 战争结束后 中国不仅要还贷款 还要付利息 韩战的贷款 是中国外债最大的一部分 在1960年代 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 饿死数千万人 中共每名约为三年自然灾害 并把其中的原因之一 归咎于苏联逼债 这个债 大部分是打韩战的武器贷款 中共一开始也知道 帮助北韩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儿子能拿爹怎么办呢 2014年 俄国入侵乌克兰 遭到西方国家谴责 人民网发文称 虽然俄国夺取我国大片领土 中国舆论应该多挺普京 中共在国内外宣传造势 为俄爹站台 即便是爹抢了儿子的地盘 那也无所谓 爹永远是爹 近些年 俄罗斯频频在中国背后捅刀子 但是做儿子的也不敢说什么 还要忙着给爹洗白 2020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扬言要禁止微信和抖音 虽然最后也没有禁止成功 但是还是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不满 外交部还提出抗议 花大妈说 美国一个泱泱大国 却跟一个社交软件过一步去 而事实上 微信和支付宝早在2017年 就被俄罗斯禁止使用了 但这个却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网上能搜到的还是给俄罗斯洗白的 还有就是网络上流传着一种农场文 俄罗斯怎么样怎么样原因却很暖心 在中共和印军对峙的时候 俄罗斯暂停交付给中国S-400导弹 但是却卖给了印度 而背后的原因让人很暖心 在中国缺电的时候 俄罗斯停止对化工电 背后的原因也是很暖心 所以纵观历史来看 俄国对中共有生养之恩 中共对俄国也尽忠尽孝 那么说中共是俄爹的黄俄孝子 是不是很合理呢 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期节目我们从新视角 解读了历史人物穿导方子 网友Henry's Vlog说 说句公道话 人家生在1907年的大清国 后来企图借日本之力复辟大清国 搞满族独立运动 其实没有什么好骂的 毕竟孙中山建立民国 也借过黑龙会等日本力量 毛不也是借苏俄之力推翻民国 难道孙和毛也是汉奸 网友JVC说 很奇怪 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 这句话已经说明了满族不是中华民族 但现在又说满族是中华民族 是一家人 川岛方子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但却被人说背叛中国是卖国贼 网友王五毛专家说 高中的时候我仔细研究过川岛方子这个人后 观点跟您一样 还为此在历史课上跟老师畸变 想当然而我就是被当作异类 被训斥了 看来两岸的历史老师都差不多 都离不开中华民族这四个字的糟粕 网友命运之轮说 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 容许学者重新定义历史人物的多重身份及地位 而独裁威权的国家则不允许 他们只有黑与白 换言之 如果哪天川岛方子被学者重新定义 就是中国终于迈入民主自由开放 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 我是Klaus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点赞订阅